感謝神主守親愛 在今晚的幕僚朋友大家平安 感謝主主親愛的木道朋友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謝神 我們再次祝祭在神的面前來敬拜神 感謝神我們在日聚集在神的面前 一直敬拜神 我們每次都在安息日的時候會來強調 我每次在安息日的時候都會這樣子強調 因為安息日就是神祖福的日子 安息日就是神所赐福的日子 我們憑著信心來遵守 我們憑著信心來遵守 神祢可以遵守 神必定是福 你請安息日是要讓我們學習 並且安息日在讓我們學習 我們在世的安息 我們再次安息 就是要在將來敵到永遠的安息 為了得到將來永遠的安息 今天小弟也要祈求聖靈的招聘 今天小弟也要祈求聖靈的帶領 和聖經的教導 和聖經的教導 我們來看鐵薩農人家前書第五章 十九節 十九節 夾聖洛羅に家前書第五章十九節 協助聖靈的祈求聖靈的感動 這段聖經要是要跟我們說什麼呢 就算聖經是要跟我們講什麼呢 我們來置喳課 我們詳細來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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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通消滅神祢的感動 這段聖經是要跟我們講什麼呢 想要說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新約聖經 新約聖經 或是用希臘文下來 是用希臘文所寫的 所以如果一個議員 轉到另外一個議員的時候 從一個語言轉到另外一個語言的時候 都有一種意思的 沒辦法完全的來去表達 都有一種意思無法完全表達的問題 所以為希臘文翻作中文 從希臘文翻成中文 我們如果從原文來看 其實可以比較清楚的明白 我們從原文來看 可以更清楚的明白 這裡有說到不同消滅聖靈的感動 這裡講到說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其實在原文裡面沒有 會感動這三個字 那個原文裡面 並沒有得感動這三個字 這是要幫助我們理解 這是要幫助我們理解 中文上面加上去的 這是在中文上面所加上去的 所以原文就是說 不通消滅聖靈 所以原文是講到說 不要消滅聖靈 那聖靈是什麼呢 這樣子聖靈是什麼呢 聖靈就是神的靈 聖靈就是神的靈 神的靈要幫助我們 神的靈要幫助我們 所以在聖靈裡面聽起來好像很難理解 聖靈裡面聽起來很難去理解 但是神的靈要幫助我們理解 但是神為了要幫助我們了解 用了這麼多 具體的東西來形容聖靈 具體的東西 用了很多具體的東西來形容聖靈 幫助我們來理解什麼是聖靈 幫助我們來理解什麼叫聖靈 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性 可以幫助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功能可以幫助我們 請求我們實際的聖靈就像水一樣 就像我們熟悉的聖靈就像水一樣 可以滋潤生命 能夠滋潤生命 可以結出共有美好的規矩 能夠結出各樣美好的果子 聖靈也好像像印章 聖靈也好像是印章一樣 要來證明我們是神的愛主 來證明我們是神的愛子 是屬神保護的 是屬神保護的 而且有天國基地的賓固 並且有天國基地的憑據 聖靈也是神的真理 聖靈也是神的真理 因為神的靈就是真理 因為神的能力是真理 這裡有真理的聖靈 藉著真理的聖靈 要讓我們來臉賓真理 要讓我們明白真理 所以在這裡要說到的是 聖靈的清除火的特性 現在有講到是聖靈像火的一個特性 為什麼要這樣連結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連結呢 因為這裡說不通消滅聖靈 這裡講到說不要消滅聖靈 這個消滅在原文裡面的動作 這消滅原文裡面是一個動作 就是把火打花去的一個動作 就是把火撲滅的一個動作 所以才說不通消滅的聖靈 就是你說聖靈好像像像火一樣 這也說不要消滅聖靈 比喻說聖靈像火一樣 可以比打花 能夠被打 被撲滅 聖靈不是火 但是聖靈不是火 只是為了幫助我們理解 只是為了要幫助我們理解 他像像火一樣 會被打花 可以被撲滅 這樣像像火有什麼功能呢 像火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我們從聖靈來查考 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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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要認真我們的誤會 就是要竭盡我們的誤會 我們來看以賽亞書第四章 我們來看以賽亞書第四章 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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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公义的令到分小的令 将室安如主的舞会洗清去 和将亚路沙令中台人的会 都已经 那是春来在室安留在亚路沙令的 就是一切住在亚路沙令 在世名书上面记名的 在一起成为生 阿们 阿们 所以从这里来看到主的令 主的令 是公义的令和分小的令 从今前来看 主的令是公义的令和焚烧的令 主就接着这个焚烧的令 主就是借这个焚烧的令 要将室安如主的舞会洗清去 将室安女子的舞会洗去 所以室安清除火 第一个公令就是可以把舞会洗清去 这里像火一样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将物会洗干净 是要让我们越来越清去 为了让我们越来越干净 成为圣洁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知道 火有烈金的功能 我们知道生活当中 火也有烈金的功能 如果金子里面有一些杂质 或是金子里面有一些杂质 经过火来去烧烈 经过火的熬练 都能够得到 吃顺利的金金 能够得到很纯正的一个金金 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基督 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接着主的令 借着主的令 分烧的令 焚烧的令 就像我们在我们里面有火在烧一样 就像我们在我们里面有火在烧一样 圣灵像火一样不断的在焚烧 圣灵像火一样不断的在焚烧 将我们不好的习惯 将我们不好的习惯 行为 行为 心思意念来与人精 心思意念来灭尽 因为为了就是要真正性格 为了要使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在帖三龙里加厚书第二章 除了在帖三龙里加厚书第二章 十三节 足其该厚书第二章 cox du 序书第二章 抖三龙里加厚书第二章 十三节 天麻浩摩摩俄第二章 阿門 阿門 所以這段信經跟我們說 所以從這段聖經來告訴我們 我們因為信了真的 我們因為信的真道 被神來拣選 就是要被聖靈來感動 就是要被聖靈來感動 也要被聖靈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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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被聖靈 也要被聖靈 人已得救 所以神也跟我們說 所以神也告訴我們 人人不是聖靈的 人都是不是聖靈的 不可以聖靈的臉 就不能見主的臉 所以神的特質是完全的聖靈 神的特質是完全的聖靈 沒有一點邪惡的 神是聖的 神是聖的 神的意思就是分別 這個聖的意思就是分別 就是要跟這個聖属有分別 就是跟世界上的有分別 是屬神的 是屬神的 所以所有歸屬神的東西 所以所有歸屬神的東西 包含就是我們人 包含我們人 來幫助我們 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得到聖靈 讓我們得到聖靈 像火的功能 就是透過聖靈 清除火的一樣 就像聖靈 像火一樣 是焚燒的靈 是焚燒的靈 這可以讓人 來冷靜誤會 讓我們來煉靜誤會 可以成為聖靈 能夠成為聖靈 將來可以得救 將來能夠得救 這是第一類聖靈 清除火的功能 這是第一個聖靈 像火的功能 第二個聖靈 像火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第二個聖靈 像火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我們來看六家 好音第三章 我們來看陸家福音第三章 第三章十五節 第三章十五節 十五節到十六節 十五節跟十六節 十六節 這段十七的耶和你這樣子說 四祭約翰是耶穌基督的先鋒 四祭約翰是耶穌基督的先鋒 他是來 來在耶穌基督來進行幫助耶穌基督的 他是帶耶穌基督來之前來幫助耶穌基督的 但是有的人領著四祭約翰就是基督 但是有些人以為耶穌基督 四祭約翰就是基督 但是這裡四祭約翰說他不是 這裡四祭約翰說他不是 耶穌就是基督 耶穌才是基督 耶穌要用聖靈跟火幫你們施洗 耶穌要用聖靈跟火來幫你們施洗 這裡說到聖靈跟火施洗 就是要基督要降落應氣的聖靈 這個聖靈跟火的施洗 就代表說要降下應許的聖靈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聖書 所以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要完成救恩 要完成救恩 就吩咐溫度說要留在耶路撒冷 要來祈求應許的聖靈 要來祈求應許的聖靈 這應許的聖靈 降臨在你們的聖靈 這應許的聖靈 都是降臨在你們身上的時候 可以立到大能力 就能夠得到大能力 能夠為主耶穌來做見證 所以你領受這個聖靈 就可以立到大能力 所以你受聖靈 就能夠得到大能力 實際上耶穌基督神天之後 應許的聖靈真的降臨 實際上耶穌聖靈之後 應許的聖靈真的降臨了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第二章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第二章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第一章第二章 第二章第二章 第二章 那兩章 由天井有向下而來 和聖靈一天大風吹過 沉悶後 他們所坐的處 還有一頭起頭 情趣還読言現出來 分開落在 落在他們國人的頭上 他們就被聖靈沉悶 按照聖靈所屬的孝寨 講起北國的未來 阿門 阿門 所以這裡就是你記載到聖靈真正降臨的情況 這裡就記載聖靈真正降臨的情形 就像一陣大風一樣 還有一個大響聲從天上來 有個大響聲從天上下來 感覺又像一頭有火焰狠狠出來 就像舌頭如火焰般顯現出來 風氣落在各人的頭上 分開落在個人的頭上 所以這些聖土比聖靈充滿的時候 這些聖土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就看到這些意象 就看到這些意象 聖靈就像像火焰落在他們的頭上 聖靈就像火焰一樣落在他們的頭上 降在他們國人的身上 降在他們個人的身上 降到他們國人的身來 只進去他們個人的心裡 他們就大得人力 他們就大得人力 所以軟弱的就變成公共 所以軟弱的就變為剛強 單曲的就變成勇敢的 膽怯的就變成勇敢的 所以這裡說聖靈群主會的一樣 讓人得到人力 可以講說聖靈像火一樣 使人得著人力 我們可以來想像一個 我們生活中會用到的東西 我們想像中生活中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就像一台車 就像是一台推車 一台汽車 就像是一台汽車 我們如果汽車有引擎 有汽油在裡面 你燃燒 來發動的時候 汽車裡面引擎有汽油 然後我們把它發動的時候 就有力量來撒走 來往前走 就有力量可以指車子往前走 所以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 就像像像這樣動力 所以聖靈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好像有這樣的動力 就是要推到我們去做國興的信仰 這要指著我們去做各樣的聖工 推動我們有氣力 推動我們有義氣 可以做出信徒跟教會 能夠造就信徒和教會 所以這裡說的是 分開落在國人的頭上 這裡講到是說 分開落在個人頭上 我們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得到 我們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去得到 而且如果是別人得到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或是別人得到也跟我們沒有關係 就清楚 別台車是很厚走 雖然是有些車很會跑 但是那都是別人 但那都是別人 但是這裡說的就是要落在國人的頭上 這裡講到說是落在個人頭上 所以我們的車如果沒有這樣動力 就沒有那麼動力 我們車子如果沒有這樣子動力的話 就不能行 就沒有開落來向前走 就沒有力氣來向前走 所以我們對國人來說也是一樣的 對個人來說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國人欠少性能的開力 或是個人缺少聖理的力量 我們憑著我們自己的開力來去做 憑著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做 沒有靠我們自己的意思 依靠我們自己的意思 很快就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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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是很明顯可以感受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能夠感受的到 我們是不是有來挖口聖靈 我們是不是有依靠聖靈 是不是有在我們國人身上很開力 是我們在個人身上有得到力量 這都是我們自己可以去體會到的 就是我們自己能夠去體會的 因為火焰的特性是很具體能夠觀察出來的 因為火焰的特性是很具體能夠觀察出來 或是可以感受到 一下子就能夠感受到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觀察自己 我們可以自己觀察自己 我們是不是有來挖口聖靈 我們是不是有依靠聖靈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聖靈的火在燙 我們內心是不是有聖靈的火焰在燃燒 是不是有聖靈的火焰在我們裡面 是有聖靈的力量在我們裡面 就有這麼做兩種不一樣的結局 就會成為兩種不一樣的結局 一種是有聖靈的火焰 一種是有聖靈的火焰 所以是很興奮的 所以是很興奮的 是很有力量的 可以做到要我們做的事情 能夠完成神要我們完成的事 另外一種就是很衰弱的 另外一種是很衰弱的 就好像快滅的燈火一樣 就好像快滅的燈火一樣 那一種還是很在意的 若是很在意的 另外一種就是不在意 另外一種就是不在意的 所以如果我們很在意 有聖靈的幫助 若是很在意有聖靈的幫助 我們就會迫切來祈求 我們就很迫切的在祈求 但是若是不在意的 但是若是不在意 就感覺其實沒什麼技 其實會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祈禱覺得不冷不熱 祈禱覺得不冷不熱 所以若是專心來挖克聖靈的大氣力 若是專心依靠聖靈的大能力 我們就滿有能力 我們就滿得能力 所以這外表其實很容易觀察出來 其實外表很容易去觀察出來 不是說要去觀察別人 並不是說要去觀察別人 而是我們觀察我們自己 而是去觀察我們自己 而這台車若是油門搭下去 一台車子若是油門踩下去 我們坐在車裡面 有冷氣或很開瓦 向前走 我們若是坐在車裡面有冷氣 覺得很愉快地向前行 但是我們是挖克自己的能力 但是若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有限的能力 有限的能力 我們好像坐在車裡面 我們坐在車子裡面 一腳在外面這樣 你來去往前打 就是車若沒有油的時候 我們可能一腳在外面 一手在方向盤 或是車子沒有油 可能要一直走控制方向盤 一直走推的車子 這樣慢慢地塞 這樣子只能慢慢地推 這很具體能夠觀察出來 這就是沒有在外面 遠遠的動力 就很具體地觀察出來 不依靠引擎的動力 或是自己 挖到自己的油漢能力 你塞那台車 是用自己有限的能力 去推那台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疏忽 挖克性能 大氣力的時候 我們看使徒 依靠聖靈大能力的時候 或是很大的 生命的改變 是有很大的生命的改變 所以我們看彼得 分隊主的時候 我們看彼得 跟蟲組的時候 他一開始因為生命 受到威脅 一開始因為生命 受到威脅 他怕他的生命 會不會去 他很怕 他的生命會不見 所以他三次不認主 所以他三次不認主 但是他得到聖靈之後 他放大來講道 放膽來講道 大家聽到彼得講論神的道理 就覺得扎心 又覺得扎心 彼得也來走出 疑惑過過的認力 並且他行出疫病感規的能力 甚至彼得被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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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工會去審判的時候 送到工會去審判的時候 他不再怕 他不再害怕 工會人看到彼得是彈量 就看出他原本是沒有學問的一個小老百姓 就看出他原本是沒有學問的一個小老百姓 就覺得很稀奇 認明證明他是軍隊過亞洲的 認明證明說他是跟從過耶穌的 所以聖靈慶祝會的第二個功能是什麼呢 聖靈向火的第二個功能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裡想聖靈 就是我們 我們要受聖靈就比較低的能力 就是我們領受聖靈必得著能力 請求火焰落在我們國人的頭上 就像火焰燃燒在我們頭上 我們說回來 鐵三龍龍家前書第五章的這段經節 我們翻回來 鐵三龍龍家前書第五章這段經節 不通消滅聖靈 不要消滅聖靈 其實聖靈應該要請神會來去幸運 省望就 其實聖靈應該像火一樣省望起來 我們來看體母太修書第一章 我們來看體母太厚書第一章 我們來看體母太後書第一章 第六十到第七十 第六節到第七節 第六節 因此我提醒你 讓你將神在我暗手 所給你的運輸 又在請主會平安起來 因為神秀給我們不是單曲的心 哪是公共民愛金手的心 阿門 所以在這裡保羅不用的提摩太 這裡保羅勉力提摩太 要將神秀給我們的運輸 要將神所示的恩賜 再一次請主會來和平安起來 再一次向火挑望起來 所以神所示的恩賜 當然就包含到聖靈 神所示的恩賜當然包含了聖靈 這裡說到要再一次請主會平安起來 所以講到說要再一次如火挑望起來 再一次 再一次 就代表過去是平安的 這代表過去是興旺的 請主我們一開始 確保得到聖靈一樣 就是我們一開始可慕得到聖靈一樣 我們會用很必殺的心 來向基督耶穌祈求 我們會用很迫切的心來向基督耶穌祈求 有的人可能求到三十歲 或是四十歲 比較得到 有些人可能求到三十 三十歲四十歲才得到 真的得到的時候 真的得到的時候 過去好像聽說有聖靈 過去只聽過有聖靈 但是現在清新體會 但是現在親身體會 這個地方就是火焰一樣 當時激活營一樣 還在一開始 承諾的尼 Ben 這個像火焰一樣跳動 說幾十的音來 這是這麼大喜樂 這是很大的喜樂 自然比聖靈所感動的 自然被聖靈所感動的 也大得到開熱 並且大得著人力 但是為什麼法律了呢 那是為什麼起滅了呢 他是過去是幸運的 過去是興旺的 但是火焰的就是這樣 但是火焰的特性就是這樣子 像炭火一樣 就像炭火一樣 我們都燒過火 燒過火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是烤過就知道 本來火炭是很興奮的 本來那個炭是很興奮的 但是如果燒一段時間之後 但是烤了一段時間之後 炭上面就會卡一燈火火 火燼 木炭上面就有一些火灰燼了 就是我們的炭上面會卡一燈火火 炭上面會卡一層灰燼 炭上面會卡一層灰燼 這個灰燼就會影響到炭的燃燒 這些灰燼就會影響到炭火的燃燒 火就會越來越小 火就會越來越小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如果把炭火來燃燼一下 這時候若是將這個木炭動一下 把這個灰燼都把它補下來 把這些灰燼都把它撥掉 這樣灰燼就又昏昏起來 我們的炭火就會再興奮起來 所以火是會發起的 所以火是會熄滅的 我們如果不在意的時候 我們若是不在意的時候 卡到灰燼 卡到了灰燼 就會漸漸變熟 就會漸漸的火就變小了 還有一種健康的火炭變熟 另外一種情況會讓炭火來變小 其實那塊木炭已經快燒完了 我們還沒有來主動加天 我們若是沒有在加天木炭 這個火炭燒了就是燒了它 這個木炭燒完了就是燒完了 火來發起了 火就會滅了 所以當我們的信用也一樣 當我們的信仰也是一樣 當我們的信仰也是一樣 我們若是沒有時常來加火炭 若是沒有時常來加木炭 或是來加這些灰燼燒掉 或是時常的把那些灰燼給除掉 那漸漸的 就會越來越... 火越來越小 這漸漸的火就越來越小 這聖靈的火就漸漸衰落 聖靈的火就漸漸衰落 不再興奧 不再興奧 漸漸發起 漸漸的滅了 這樣火發起了 我們怎麼會感受到聖靈的靈頂呢 火都滅了 怎麼能夠感受到聖靈的能力呢 我們就會越來越沒有開札 我們就越來越沒有力量 這是一個不好的循環 這是一個不好的循環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裡來發現 其實有兩種方法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有兩種方法 你怎麼會形容起來呢 要怎麼樣讓火心旺起來呢 就是兩個方便 就是兩個方面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來增加走力 增加助力 我們第一個就是做的就是要增加助力 要來加火團 我們就要懂得加木炭 第二個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要做的事 就是來減少走力 減少阻力 第二個就是要減少阻力 我們就要來市上的來去 來去購這些火 我們要去看守這個火 要把這些火灰灰給除掉 要把這些灰燼給除掉 所以很單純的就是這兩個方便 就很單純的就是這兩方面 我們先說第一個方便 就是我們要來增加走力 增加助力 我們就要增加助力 要怎麼增加走力呢 那怎麼樣增加助力呢 就是我們要切切地祈求聖靈的祖母 我們就要切切地祈求聖靈的充滿 因為聖靈的火是很具體能夠觀察的啊 因為聖靈的火是很具體能夠觀察的出來的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現在信用的狀態是什麼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信用的狀態是怎麼樣 我們剛才說的 缺少聖靈的火在推動的火 所以減少聖靈的火在推動的時候 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時候 那是真的非常疼 就是覺得自己非常的累 也沒有力氣 也沒有力氣 所以我們在你塞車的時候可以知道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可以知道 也是兩種情況 也是兩種情況 車子都是拋錨的 有兩種人 有兩種人 第一種人 想說自己做用的 覺得自己很強壯 他要自己塞 然後自己推 一台車這麼重 不過一台車那麼重 他就兩腳在外面 就兩腳在外面 在外面這樣 塞到方向盤 然後兩手這樣你控制 用手去控制方向盤 一直塞一直塞 一直推 因為他們不會動了 因為他不會動了 所以就只能慢慢塞 所以只能又慢慢的這樣子推 現在如果 剛才八腳的歪 或是遇到爬坡的時候 他就知道 痛苦的時間來了 就知道 非常痛苦的時刻到了 好像 考驗來到 一個人要把那台車推上坡 這是真的非常痛苦的事 這是真的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第二種人呢 但是第二種人呢 他知道要趕快來救救 趕快來找幫助 他知道懂得去求幫助 知道要趕快來踏道路救援 知道懂得去打道路救援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祈求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就祈求神來幫助我們 當然發現我們現在火要發去的時候 當我們發現我們的火怪熄滅的時候 我們要像一塊四球聖靈的時候 那樣要逼得 剛才只得到聖靈的時候那麼迫切 好像在風高揚啊 沒有人可以幫助啊 就像風降雨外無人幫助的時候 我們只能祈求神的幫助 我們只能祈求神的幫助 聖靈就是神的靈 聖靈就是神的靈 好像有為神來的聖靈可以幫助我們 也只有從神來的聖靈能夠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有靠靠的心來祈求 第一個叫我們可慕的心來祈求 看到我們真的需要比聖靈幫助 看到我們真的需要聖靈的幫助 我們非常地在意 我們非常地在意 必切來祈求 並且破戒的祈求 所以在馬太福音第七章 所以在馬太福音第七章 耶穌基督就跟我們說 耶穌基督就告訴我們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十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集 第七章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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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基督就給你們孫吹就吹到 靠夢的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既然基督就得到 孫吹就吹到 靠夢的就給他們開門 阿門 阿門 所以這段聖靈主要說 給我們的應許很簡單 這段聖經 主耶穌給我們應許很簡單 這應許能夠我們每一個人 這應許臨到我們每個人 我們只要萬一來向神基督 我們只要願意向神祈求 先就給我們開門 神就幫我們開門 神就要幫助我們 神就要幫助我們 第二的要怎麼增加助力呢 第二個要怎麼增加助力呢 就是我們要多多來聽道理 第二就是我們要多多的聽道理 我們這道理就像灰茶一樣 這道理就像火柴一樣 灰茶可以幫助我們加添開力 那個炭火可以幫助我們加添力量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使徒行傳十八節 我們來看 使徒行傳第十八張 使徒行傳十八經二十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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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十八章二十五節 這是他旦知道約翰的聖誕 阿門 我們看到這段聖經 我們看到這段聖經 這裡說這個人 他說講這個人 就是阿波羅 就是亞波羅 這裡說阿波羅因為領受主的道理 阿波羅因為領受主的道理 因為在主的道理上面受了解死 因為在主的道理上受到的教訓 信賴的揮力 心裡就火熱 其實我們如果從原文來看 其實我們都從原文來看 一樣的這個心在原文裡面 其實它本來是靈的意思 這個心在原文裡面 原文是靈的意思 所以在聖誕神經裡面 加上的心會被翻作是靈 所以在聖誕聖經裡面 很多的心會翻譯成靈 所以這裡是說到靈來的火力 所以講到說靈裡面的火熱 阿所以為什麼阿波羅 靈來的火力起來呢 為什麼當然有辦法靈離火熱起來呢 並且很熱心的來團用耶穌基督的 並且熱心來傳扬耶穌基督呢 就是因為祂在道理上面受了解死 因為在道理上受了教訓 所以我們心裡要火力 我們心裡要火熱 就是要靈受 坐坐靈受神的道理 就是要多多的領受神的道理 神來如果沒有煮的道理 心裡都是沒有煮的道理 這火也燒不起來 這火也燒不起來 就像燙火一樣 就像燙火一樣 就是道理就像燙火一樣 道理就像燙火一樣 可以來幫助我們 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如果是要在煮的道理上面來造就自己 我們就要來看重聚會 聽道理 讀經 讀經 這樣我們還要來討伐 在聖靈裡面的祈禱 那我們能夠在聖靈裡面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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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頭有了 燙火有了 火也有了 這樣這麼快就能感受到靈裡的火力 很快就能感受到靈裡的火熱 所以聖靈就是真理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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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記者在約翰一書第五章第七節 這是記者在約翰一書五章七節 第七節 聖靈就是真理 聖靈就是真理 我們要來討伐神的道理的時候 我們常常來學習神的道理的時候 領受神的道理的時候 引受神的道理的時候 這樣真理的聖靈就來引導我們 這樣真理的聖靈就會來引導我們 來明明神的道理 來明明神的道理 我們可以從神的道理當中去得到激烈 我們可以從神的道理當中去得到激烈 因為神的道理就是聖靈 因為神的話語就是生命 所以當我們愛慕真理 所以我們渴望真理 就是愛慕神的聖靈 就是愛慕神的聖靈 我們要追求真理的中心 我們追求真理的長進 這樣我們的聖靈 我們的聖靈的會靠 完完不絕的灰茶加進去 這種聖靈的火 才能夠不斷的有炭火來加入 這樣才能夠幸運起來 這樣才能夠興旺起來 再來我們說到的就是 要減少做力 第二個就講到說要減少阻力 要怎麼減少阻力呢 要怎麼樣減少阻力呢 就是我們不要驚到自己的心 所以不要硬著自己的心 不要去悲逆神 不要去悲逆神 不要來冰到火氣 我們不要憑著血氣 因為這個火氣就像 這個火鍋燒久一樣 這個血氣就這樣 炭火燒久了之後 會有火灼在上面一樣 結果就灰燼在上面 這樣就漸漸讓火來發去 這樣漸漸讓火來滅掉了 所以我們不能來悲逆神 所以我們不要去悲逆神 我們來看醫福所述第四周 我們來看醫福所述第四周 醫福所述第四周三十一 以夫所述第四周三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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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通教神的性靈担憂 任元是收了它的音記 聽到律師的日子來告 阿門 阿門 所以這段聖經跟我們說 不能叫神的聖靈來擔憂 所以講到說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我們要讓神的靈擔憂的位 如果是讓神的靈擔憂的話 就像是火氣的火一樣 就像要滅得火一樣 什麼是讓神的聖靈擔憂呢 什麼是讓神的聖靈擔憂呢 原來就是因為背戟 原來就是因為背戟 我們來看以賽亞書63章 我們來看以賽亞書63章 以賽亞書63章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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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說到以賽亞人會變成 這裡講到以賽亞人的百姓 要經過以賽亞人會變成 這裡指的是以賽亞人的百姓 你們近年背戟 給主人的聖靈擔憂 他就準備做你的修帝 請主說基因 阿们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看到 为什么神的圣灵会担忧 为什么神的圣灵会担忧 因为这些祖宗不会去的心 因为这些祖宗在背逆神 做了无核心心意的事 做了不得心意的事 做了跟神违背的事 做了违背神的事 因为背逆 因为背逆 就让神的灵来担忧 就让神的灵来担忧 所以神一直来听好 我们来回转 神一直在等候我们回转 但是我们一直要担忧心 那是我们若是硬着心 后来就会向神来听法 后来就会受到神的刑罚 若是又不来回转 若是不来回转 就任凭祂来去发起 就任凭祂来洗灭了 所以神在創世纪当中也跟我们说 所以神在创世纪也告诉我们 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 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 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 所以这告诉我们 我们若是凭着血气 我们若是凭着血气 神的灵就不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灵就不住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们的信用落定 走久了 我们现在的路程走久了 就像炭火烧久了一样 这些灵就像我们不好的行为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误会 我们的误会 我们的不信 我们来去冰冰 我们的懒惰 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情欲 也像这里说的 我们的血气 就像这里说的是我们的血气 信用落定久了 就我们不用有这些东西出现 信仰一久了 结果难免有这些东西出现 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要怎样解决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心灵的火就要来冷静我们 就像圣灵的火要来念禁我们 我们要来 让火显往起来 让火来兴旺起来 我们就要来主动来挖克圣灵 我们要主动的依靠圣灵 来祈求圣灵 来祈求圣灵 在祈祷当中 我们就可以来输客 在祈求在祷告当中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 来清清地放心自己 来深深地反省自己 我们是有 祷位的 行为是 清除火器的杂质同样 什么样的行为 像血气上的杂质一样 我们就在祈祷当中来悔改 我们在祷告当中来悔改 这样圣灵的火就能帮助我们 像圣灵的火就能帮助我们 在我们来面来焚烧 在我们里面来焚烧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冷静 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念干净 这样有祖烈 还有祖烈 这样有阻力就有助力 有祖烈的帮助 有助力的帮助 再把祖烈来去读到 然后除掉助力 这样这个火灯就会昏昏起来 这样子烫我就会心旺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条 完完不准的灵力 就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能力 我们最后就再来唱赞美师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师 位之神 这由来амен 完全一摇 那就像一摇